415插電量限電 加上桃園停電不斷上演 台電總經理王耀廷突然請辭 情政院跟經濟部全力未留 但攤開過去蔡政府任內 幾次停電大危機 從經濟部長中由董事長 到台電相關高層 紛紛為停電危機下台 這回王耀廷 會不會成為第五位 折損的財經大官 台電總經理一定有專業的素養 相關台電知識 錯誤的能源政策影響 讓他的專業知識沒辦法發揮 讓整個台電犧牲了人才 該請辭的絕對不是總經理 藍軍炮轟 當全世界都不再排斥核能 民進黨卻仍死報非核神主牌 尤其王耀廷在台電36年 從基層作氣 對內部業務要求破嚴格 有人爆料傳出王耀廷 這回請辭 是早就對王美花跟曾文生不滿 因為只要出事 就叫台電說明背鍋 對真正重要的能源政策 卻沒啥作為 下台的應該是經濟部長 和現在的台電董事長 也是經濟部的政務次長 曾文生 他們死報著反核神主牌 失守著蔡英文的非核家園 導致我們的能源政策完全錯誤 民進黨不斷的任性的一些作為 能源的錯誤的配置 這才是最嚴重的 一百個台電總經理 一千個台電董事長 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請賴準總統提出來 你新的政策能夠徹底改變 但扯的是面對停電案件頻傳 台電20號卻罕見嚴厲聲明 說百姓滑3C產品使用便利電力 卻對台電酸言酸語 對台電人並不公平 更是黃民手機的用電量非常非常小的 主要的用電還是在用電大戶 工業用戶以及商業用戶 完完全全是甩鍋 以及又是政治操作 藍軍炮轟 若執政者的能源政策再不改變 就怕台灣只會有更頻繁的大停電 也怕未來不知還要搞掉多少 真正有電力專業的人才 這位楊潔李宜璇 台北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我們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